假设我故意填写资料的时候,经常会遇到那种使用者端来的资料,一堆的重务资料,但是你要去检查,你非常浪费时间 那你想说,这时候你不会写程式,你就头大了,因为理论上这些资料都不可能说是几笔而已,可能都是几万笔,就是几十万百万笔都有可能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你不可能说你一个月落人工来做,所以这时候呢,那你就要再找比较交情比较好的工程师,你会不会写程式帮我解决 你还欠他一个人情,而且大家还不愿意耶,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如果你会的话,非常简单,其实像这个地方,假如这个问题是这样,就是我如果希望把重复的资料删掉的话,那他原理原则大概是这样 通常会比对的是唯一不变的,就是学号,或者是编号,或者是key,就是说资料库的概念就是那个,他是主要的key 那个key是第一个,绝对有资料,ok,第二个,绝对不会重复,对,因为他不会重复,像身份字号这种东西,所以资料库概念 那我们比对的话就比对A,那比对的概念,其实写法基本上会跟刚刚这个反向的这个程式是差不多的 所以像我会怎么改呢?把这个Ctrl-C,Ctrl-V贴上,贴上之后呢,我把它改成什么? 基本上就是改几个地方,一,修改它的名称,因为这个Sub的名称不能够跟前面的一样,本来叫增检体内删删除 那我就是叫什么,删除重复列好了,一样是反向的,ok 第二个的话呢,那我们需要怎么样撰写呢?其实基本上我们是反向的 所以呢,基本上从下面往上,那怎么做呢?其实叙述一样,从第几列? 二十一列,不止喔,所以这边,不过等一下再来看,你想说老师那这二十一二十几 如果说每次都要自己用看的,好像也不太合理啊,不过这个怎么办?等一下再来看好了 假设23到第四,step-1,这个没问题,跟刚刚前面一样 那,可是我要怎么叙述?如果我现在的这一,我用A栏好了,如果A栏里面的资料 跟它的下一栏的资料,如果相等的话,那我就把什么? 理论上的,我们通常是把这一笔先删掉,留下原来这一笔,有没有?ok 那它又往前推进了,然后再来比什么?再下一笔,又一样再删掉 又一样再删掉,ok 所以这个叙述怎么叙述?就是第一个,比对这两列有没有一样? 其实很简单,Sales,I列的哪一栏?A栏,对不对? 这个虚应该没问题啊,如果跟它的上一栏,它的上一栏就是等于什么?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复制一下,贴过来,把这个I改成I-1就好了 I-1就是它上一列的A栏储存格,对不对?如果相等的话做什么? 把我的上一列删除,我的上一列是哪一列呢?I-1列,有没有?I-1列把它Delete掉 写完了,有没有?那逻辑,其实如果在逻辑通了,你程式就写完了 那再来就是什么?做一个,其实写完之后不见得会对 所以你要怎么办呢?除错,一般是色中乱点 不然的话你去执行,到底对还是错不知道?可能错,错在哪里不知道? 所以停下来再慢慢看,好,那写完之后的话,那我们可以 不过在执行,我是建议先把它复制,也是一样 因为删掉它不能复原,那所以我就先复制一个空白栏 然后执行它一下,有标放这里面,执行到中段点 那哪一列会被删呢?这个时候会跟我讲19列 19列的地方有重复,那你可以看一下19列 这个19,在这里,那19列减1,18,没错 所以这个地方它又找到了,那它会把哪一列呢?18列给删掉 所以基本上18列删掉,19列会往前推进,所以删掉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18列删掉,19列往前递谷了 所以19列现在在第18列的位置,然后往前推 再来呢,有没有又一样?又一样了,这个时候的话呢?18列 所以把17列给删掉,17列,可以一直推 基本上如果没问题的话,你就F8 再来,它应该就不会再删了,没有了 这个人他没有重复了,所以他就往前跳过了 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如果... 这里,这个地方又停掉了,你会发现在第10列 第10列这个,没错,这个人,然后把它... 如果你确定没问题的话,中段点就可以把它取消掉 让它全部执行 OK,好,这时候你会发现,该留的就留下来 剩下来的呢?基本上就原来的资料了 OK,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要删除重复列的话 那其实,只需要把原来的程式,稍微再做一个变更 没有太多复杂的东西吧 其实关键的地方就是说,如何让它去跟上一列比较 然后删除的话,不是自己这一列,而是上面那一列 OK,所以其实基本上,应该程式不复杂了 OK,所以第一个,我们补充说明,删除重复列,反向删除 其实还蛮有用的,因为经常会用到这些 还有更复杂的,看要删除什么,反正就加一点条件 所以,结果一下就做完了,那至于质量多也没关系 反正它在跑,又不是你在跑,总比你,有没有 自己慢慢在那边看,来的墙太多了 反正它一直往啊,一直往啊,找完,为止就停下来了 好,这个是删除重复列,待会这一段程式吧 我也会把它Ctrl-C,把它放在云端上面,给各位参考 我就把它放在这个下面好了,OK 那基本上呢,贴上的时候,其实它也是黑白的 那我怎么变彩色呢?我慢慢涂颜色呢? 当然不是了,其实这边有个外挂,有没有 我就把它涂颜色了,我本来是黑白贴上去啦 可是我发现,好像实在是需要给它一点,比较好看 然后再把它格式化一下,等一下就有了,OK 所以基本上,上面基本我都会,先要让各位比较方便去阅读啦 可是,你还是要自己能找到啊,OK 不然的话,你没有找到的话,你要自己重达的很辛苦 OK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来看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不是用按钮的方式,而是要插入函数 可以产生一个使用者定义 那一般工作里面,你不见得一定都是按按钮 你可以产生一个增减体重百分比的函数 这个是制定的,那其实它非常简单 就是直接给它一个增减体重百分比的资料就可以了 OK,然后它会告诉我标准或不标准 反正就标准或不标准,Return回来而已,向下填满 好,这样就完成 可是这个制定函数啊,做完之后你会发现用起来还蛮方便的 因为你就不用去想那个公式到底是if 然后是and或者or,这些都不是问题的 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嘛,你就不用再去动脑筋了 那这个要怎么去产生,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叫做所谓的制定函数 那制定函数前面讲过啦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产生一个制定函数之前 在这里,插入函数一定是什么 插入程序,sub OK,那名称的话呢,我们那个刚刚的名称叫做 增减体重百分比函数 OK,比较长一点点,但如果你要缩短的话 你再看看,增减体重函数也可以 OK,好,按个确定 它会自动帮我产生的东西是什么 其实就是方劝,这个没有 这个没有,这个要自己打 也就是说呢,你就有函数 但是你要跟使用者要一个东西 要什么东西呢? 你就想说,你至少要跟我讲说 你的增盐体重百分比是多少 我只能帮你算啊 OK,所以它会跳一个格子出来 那那个东西的话呢,你就记得 把这个,我习惯上把这个栏位名称复制 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刮壶的里面 OK,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东西啦 那个流程,你记熟的时候啊 多演演几遍 我想大概很快你工作上面 你就有足够 你就有能力产生需要的这个制定函数 再来的话呢,它会给你一个东西 那你需要做什么呢? 就判断啦 所以怎么判断呢? 基本上就刚刚讲的那个 它给你东西 假设这个给你 那你不是拉过来的 如果,有没有 这个里面的东西假设是大于百分之五 或者是小于负百分之五的话 ZEN 表示什么? 它是不标准的 可是问题不标准你将来要丢到哪里? 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啊 这个储存格里面东西谁去接呢? 就是这个方权自己本身 所以记得哦 把这个名称一模一样 负字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接的这个地方 有没有,就是它来接 不标准丢给它 OK,那它怎么样呢? 在自动帮你把这个结果 不标准有没有 接到之后 它就刚好在这个储存格的位置 帮你把它return回来 return,返还到这个储存格 那接到的话就是不标准 OK 那其他当然 如果你自己向下填满的话 因为这个向下填满的话 等于是说呢 你的原来是J4 再来就是J5有没有 一直往下 实际上就是你丢了前面这个东西给它 它又return给你一个东西 所以这部分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 刚刚有两个比较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这个增减体重的那个把它改成 就是删除重复资料 不过这个重复资料 我想各位自己在随便复制个几笔吧 反正可以把重复的东西给删掉就可以了 那再来就是制定函数 不过最后讲一下就是说 这个地方 23 那如果将来又增加一笔 比如说我复制 然后再贴上 又一笔 那变变25了嘛 所以呢 想说那总不可能每次啊 拽写程式又来改一下 所以这刚刚提到这个地方 23到4 那不知道 总不可能再改一下24 那下一次再改吗 不太合理 所以同学之前也有问过类似的问题 怎么办 其实好问题 第一个 请你把多余的列删掉 因为这个其实基本上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如果是一个资料 类似资料表或资料库 不会有这个东西 所以你可能第一个 要先把多余的资料删掉 第二的话呢 我怎么知道这个位置在哪里 其实 要不去也是用追踪的 Ctrl向下 A3 其实或者A4都可以 你Ctrl向下 Ctrl向下的话呢 它会停在哪里 停在24 所以撰写的方法应该还记得吧 这个其实也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说你未来 你能够自己抓到这个位置的话 那就不需要经常去更改了 所以应该还记得吧 Range 前面好像有写过 我一直强调就是这个最好能够把它背起来 它从A3 向下追踪的话 应该还记得吧 这个A3 A3 Ctrl向下 那这个叙述方法的话 就是 点 and 然后 钱瓜 它向下 XL 当 抓 返还什么东西 给我 给我一个 它现在在哪一列 的属性 列 OK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自动去抓到什么 最下面一列 然后呢 把这个最下面的数字呢 丢到这边来 OK 不过前提是什么 你这底下不要丢多一个东西 因为多 看刚刚不是多一个吗 那怎么办呢 如果你还是执意不要删的话 那你怎么样 看一下是不是如果A 那你可能要先测一下 Ctrl向下 它就到25了 如果你不能删 那你把它-1 就好了 OK 如果说可以删 那你就把它删掉了 我觉得就OK 大概是这样 那这个部分的话 比较重要的是 这种写法 这个我想将来很多地方都会用到 只要是一个范围 就一定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追踪到 它最下面一列在哪里 那同样也可以追踪到 最右边一栏 到底它有几栏 那如果它的列跟栏 都可以追踪得到的话 那你这个范围所有的资料 你都能可以全部处理完 那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交到 列 还没交到栏 蓝的话后面会再提到 OK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其实如果合并俗全格 能不能合并 能不能追踪 其实你可以自己测一下 Ctrl向下一下 如果Ctrl向下 可以过 那就OK 如果Ctrl向下 不行 那你可能就是要再稍微调一下 因为基本上 我们是拿它来当 有点像一个资料库 那资料库的概念里面 没有所谓的 什么合并储存格 或者那些稀稀怪怪的东西出来 所以这个可能你要 再去test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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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